其实现在之前检方是希望能够求主到266年半 那么但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一审的结果是落差很大的 那么对于受害女子来说更是难以接受了 因为很多女子呢 她们事后呢真的是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来判呢 只因为说在影片当中 好像呢因为这些女子没有特别的反抗吗 或者是说这个毛发没有检测出毒品药物的反应 难道就能够这样侵判她 饶过她吗 也让被害女子都气苦了 过去光鲜亮丽精诚四少之一 现在李宗芮涉嫌性情偷拍被判刑狼狈落魄 揭开她色狼真面目的是前女友 其实只是想跟我的那些姐妹讲说你们被拍了 可是她就说那我会把你的所有照片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的亲密照 还有她朋友那些 她就算随便贴上网对我们也是伤害啊 前女友Cora不满 李宗芮当初被求主200多年 为何只能判二十几年无法接受要上诉的不止她一人 因为当初检察官用强制性交和加重强制性交罪起诉 各种刑则以罪依法求刑266年半最高执行30年 但法院推翻检方看法 变更法条变成趁机性交罪 性侵加上妨害秘密 加起来只判22年4个月 没有逃离哭泣求远的行为 检察官提出来证据让何一廷认为说 这一部分的行为没有到达强制的程度 告诉人的毛髮等等这些都没有成有毒品啊 药物等等的反应 不是被告所为的行为 让他们到达那种不能抗计 法官为保护被害人用天干地之当代号 甲乙秉丁一路编码到城市五位生友 人数多到吓人 被害女子知道结果差这么大又起又怕 听了就哭出来了 她就觉得真的当初受到伤害太大了 然后当初也是鼓起勇气 到法院去作证 那她现在法院判这么轻 她也很害怕被李中卫报复 检方求处重刑 法条不但被法院推翻 法院一审的行动又落差太大 检察官将考虑上诉 全新闻 吕隆生 戴秋荣 SNG小组 台北报导